大家好,我是佩佩跟康里拉库 然后现在是东京神音介绍第三弹 我要介绍什么?就是穿越河河河 它是一个离东京大概应该不到一小时的地方吧 然后被称作小江户 它顾名思义就是有点古色古香的 像小京都风的那种感觉 很多寺庙啊,然后葬造老房子的老街 然后现在还蛮多有趣的小店什么的 那既然是主题是赏银,所以我要介绍一下樱花 那边还蛮多寺庙跟神社里面有樱花的 但是最漂亮的是冰川神社后面有一条河 然后那条河的两边都是樱花 然后我们可以走到河的旁边 然后看到长长的河跟樱花树 还有落在河里面粉红色的樱花的花板 那在满开左右的季节 可以搭船在河里面这样玩 嗯,那接下来一样,我们来看照片吧 我来看照片 嗯,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